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多肉植物 让整个植物园充满朝气 而这座位在彰化竹堂乡的 萨拉玛多肉植物园 是一位来自台东阿美族的族人所经营 因在外打拼多年 希望透过种植多肉植物 疏解身心 植物园的建立从无到有 都是由萨拉夫妻两一手打造 园区也结合家乡的园民艺术 独创特色盆栽丰富景观 期盼藉由创立植物园的历程 能够让同事在异地打拼的族人互相勉励 其实我们阿美族的一个特色是稻税 然后还有木雕类 老家那边一定很多人都会做雕刻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 这种东西今天会大大影响我 我借着这些大自然的东西 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 可以创作的地方 那我希望大家就是族人 可以在工作上面 多一点投入认真 萨拉玛在阿美族语中有玩乐之意 萨拉表示来到园区除了放松游玩 也可以体验手作DIY组棚 期待自己经营的多肉植物园 能在现今忙碌的社会中 给人们一个休闲场域 陶冶身心 原自新闻 昏迪彰化足堂采访报导